王菊啊,只是两个人谈能谈三个多小时,那说明我们老大的水平可不像网上说的那么不堪啊,一般人能逮吧一个半小时吗? 一看习去美国了,小弟马上就表示要见面,毕竟什么都得看大哥的脸色,日本有什么战略自主,偶尔地向大哥撒娇抱怨除外。 别的国家的首脑都是为了自己国家老百姓的经济利益,对你弯腰握手,都是他们作为国家首脑的基本意识,还以为真怕你吗? 胡总当年来,日本就可怜多了,左面是我们欢迎的五星红旗,右面是藏独雪山狮子,当年是真心欢迎胡总,我们都喊破嗓子了。 中国有这样的领袖真是国家的悲哀,虽然我也坚信未来我们肯定能实现法治民主,但是这个过程总有这种老鼠时搅和,让人恶心。 都知道学外语最好的听力素材就是政府报告,因为这份政府报告要让绝大多数的人理解,所以语速适中,词汇简单,意思准确。 还是有倾向性,并不中立,但王志安自己可能都觉察不到,已经潜移默化了。 但拿轮子和湾与王志安比较,是对王菊的不尊重。 不知道王菊怎么看,习近平刚访问美国没超过半个月,央视新闻最新微博又开始谴责美国了,你怎么会认为中美关系逐渐变好了呢? 今天碰到一个现实版的粉红,说未来一百年中国统治事件。 我对了那男的,他来一去贸易战美国输了啊,我真是吐血又对了回去。 大包子肯定知道,因为这货回来第二天,马上在中央十三台新闻发布最新的网络相关法律,抹黑,造谣,地域骑士巴拉巴拉一大堆的法条。 我朋友前段时间来我家,带来了支援体病毒和狮子,卫生间用的那个脏,我没想到他是这样,真正一起住了几天,才知道他全身都是毒。 今年是中日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两国关系尽管历经风雨,但总体上保持发展势头。 你家维尼念稿子又念出语病来了,尽管,但,日本可能开放国内特定城市居民,比如京户的对等15天免签吗? 在中国引进高铁过程中,日本企业是否发挥了打破欧洲企业高价的作用? 真的感谢王菊的分享,虽然很同情您的那些不好的遭遇,但也真的很庆幸王菊这样带着专业性和理性的人来到这样一片可以自由发挥的土地。 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再怎么表面也应该说得过去,看习近平和岸田握手的那一3104克太小而磕了吧,那有一点大国领袖的形象,仇人。 中日韩三国的矛盾本质还是产业矛盾,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建立在替代日韩之上的,就比如现在的汽车和造船行业从某种意义讲是不可调节的。 某大国已经建过几十年了,还要天喊着让其他国家承认是唯一合法政府,难道此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其他国家的认证吗? 我说的这个大国是印度哈。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抗议人员有持枪袭击的风险,如果中国领导人在美出现安全问题,这个后果是中美两国领土上的所有生物不能承受的。 外国人抗议我们中国领导人,他们有病管好自己家的事情就行了,美国人和美国政府一个臭毛病就喜欢管别人家的事情,他们抗议也应该抗议拜登。 普通人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何况是明星是领导,没办法,我要是明星天被骂有钱赚也是好的,不让大家看到应该是为了普通老百姓别糟心阿汉。 骗人骗己。 时尚心理素质最差的领袖,对内聚集一切力量,风控打压反对意见声音在外,掩耳遮捕,极力把自己装进一个美好会唱赞歌的盒子里。 假如中日的关系持续得以改善,不知是否会影响到在日的持不同政见的中国人,万一哪一天中方要求日方严格管控王局,甚至要求遣返,那麻烦就大了。 我实在是难以相信日本排河污水是安全的。 以最近日本那种对待灾难的态度,哪怕是程序技术上有可能,我也怀疑他们在实际操作中肯定要偷工减料。 为什么中俄舰队就要武扬威,美日韩不是也经常在中国海域搞军演吗? 讲话过程中来经意透露着双标的心态。 吃中国人的饭,总想着砸中国人的锅。 为什么这次中日,中美会晤之后,针对台湾问题,我感觉中国对台湾真的要下手了。 至少习在任期间,对台湾势必要统一的目标,香港已经没了台湾的人民。 王局人在日本自然要把钓鱼岛叫成尖阁猪岛,还是挺提顺从日本政府的,但在国内为什么要做刺头呢? 还真是抵我矛盾不可调和呀。 这个汉奸做得很顺从啊。 王局应该顺着弹炒饭系列,好讲一下红二代的重恶性。 这种不同于古代嘉天下世袭的党天下世袭,个人认为比嘉天下世袭还坏,还穷凶极恶。 现在驻中国日本大使在中国做公使期间不顾外交礼仪,应闯李克强总理的府邸被中国驱逐过。 但日本不顾中国政府的感情还把他派到中国做大使。 中国也忍让了。 这个安保措施其实是好事,抗议的什么自由西藏完全触及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你要是抗议什么其他的还有的谈,自由西藏是完全把全党全国都团结在一个战线上。 说到与日本组成专家合作组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在中国,一旦涉及到专家,那靠谱的事也变得不怎么靠谱了,有几个不是照着领导指示去念稿的。 非常抱歉,没法打通赞助和会员路径,不知道有没有很多人是跟我一样的情况,甚至还有些人还是无账号观看状态。 希望有其他付款方式。 看了好久了,支持一下。 习包子肯定知道有人抗议,因为白纸运动他是知道的。 封控搞抗议,他是知道的。 他接受参访的时候也说中国的年轻人很沮丧,国内都有抗议了,在自由的美国能没有。 长者经典的段子就是听到外面的抗议声后自嘲地说,我要大声一点,才能压住场外的声音。 本来还以为可以看到包子如何处理这种场面,可惜了,啥也不是。 辽公务员考试吧,1月26日据中国家公务员局发布的信息显示, 本次国考报名人数首次突破30万人,而国考计划招录规模为3.96万人,平均7人竞争一个岗位。 就看最近中国内有流行肺炎,真的不希望开放。 最快也要春天过完再开放。 反正现在没有中国游客,日本也是各国游客级的人山人海,接纳能力已经是极限了。 真没必要。 视频中提到,习近平看不到反对者的声音是外交部弄的,那习作为国家元首也是他自己受益外交部这么干的。 我不相信外交部在习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反对者弄远,让习看不到。 对台湾问题的解读是有问题的。 中国的立场实际是台海内海化,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日本把台湾问题放在悬而未决表示,日本其实把台湾问题当成区域问题,而不是中国内政问题。 王菊某些解读有偏颇,只解读日方立场。 比如军事活动问题,作为一名飞行员,我经常在东部航线的无线店里听到很多日本和美国飞机来骚扰,其实日本来骚扰中国的时机太多了。 王菊,我记得中美建交以后,中日才开始好起来的,不是一直是这样吗? 日本是美国的小老弟,俄罗斯也曾经90年代拉过日本,没成功,合作不起来。 虽然那时候美国对日本很差,不否认王先生的讲解水平,但是轻,不要有倾向性解读,避重就轻。 什么叫日本专属经济区,那钓鱼岛是谁的你怎么不说? 就算是台湾宪法,也是规定钓鱼岛是中华民国的,什么叫日本专属。 外部矛盾来转移内部矛盾,每个国家都在用。 而错误高估自己实力,拉高民族情绪后,又发现外面太强寻求合作,抛下一和团的举动,我们也见过。 没事,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又不是第一次。 王志安,我请问让习近平看到有很多人反对他,和看不到反对他的有什么区别? 你是把别人都当傻子? 习近平自己不知道有人反对他。 三十分钟视频啰嗦了六分钟,结果得出这么幼稚的结论。 失去了信任,又能期望中国和西方关系能好到哪去? 看中国对日加傲的人质外交,那基本摧毁了中国政府形象。 未来的关系就是竞争但不要失控的关系。 日起在不断离开,这一走少则几十年。 共同应对全人类的威胁与挑战,难道那是外星人? 哈,人类最大的威胁与挑战是中共。 一尊先和全世界闹掰,然后再和好。 先沉重打击境外势力的嚣张气焰,然后外交取得重大突破。 赢两次,赢妈了,暖心了。 王桑其他都还算正直,但是铁日这点找错门路了,聊社科吧,军事啥的不擅长就算了。 日本海资作为第七舰队的反潜大队,早年是追着中国潜艇扔浮标,空子杆把识别区划到上海一百公里外,现在被中国绕圈整受不了,那是活该。 既然你离开大陆,也没准备回到红旗下。 言论随你,希望一切顺利,中国政府也有这个胸襟,放你一马。 他日在海外有任何意外,希望你不要再拿自己华人身份说事,别再幻想中国政府能拉你一把, 如果做到,你还算个爷们。 老王啊,你解读的这个属中方的版本,中共可以根据需要删减和修改自己或日方所说的话,因为媒体性党不独立,因此没什么意义。 这主要是给国内老百姓看的。 举个例子,习拜会中拜对李克强的哀悼,被中共修改成了对习的问候。 女工缴费15年,能想拿到30年以上的退休金,男人也缴费15年,却只能拿到10年至15年的退休金。 两者一比较,中共压榨剥削男工多么深重呀。 尤其是弱势男人,毫无获利生存的希望,直到死也拿不回自己全部的缴费功龄了。 日本是民主国家,排放核废水是天经第一亿的事情。 民主国家高人一等,大和民族又高人一等,高了两等,一定有我们这种低党人想不出的好原因在背后。 我揣测,应该是废水有可能对废水有好处,所以高等放出来给低等人们喝的。 大家就喝吧。 中韩关系以后很难变好的,中国现在已经对韩国的几大核心产业构成了全方位的挑战。 韩国人想加入部分供应链,美国又不许,韩国就变成加薪饼干了。 而日本相比韩国,核心竞争力更强,但应该也能感受到中国在各产业上带来的竞争越发激烈。 别老想着自己的政治业绩,看老百姓吧,别人都骂大撒币。 他们就是看国内老百姓生活在看中国在外面撒的钱,所以他们气愤但又无奈,又同情同胞,所以气愤地骂大撒币。 但也不是骂,确实是大撒币,是实事求是的实话,真话,良药苦口,忠言逆耳。 令人欣慰的是,国际国内认清中共邪恶本质的人越来越多。 很多人当初给中共提意见以期改良,到头来发现自己的善良一次地被邪共欺骗,其实因见并不遥远,那些民国清流们留在大陆的想法何尝不是这样呢? 最后几乎都被中共迫害的驾破人亡。 当今日本的利益和美国一样遍布全世界,是全球化的重要成员,日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美国也尊重日本在全球链条中的地位,在很多全球问题上与其保持沟通,因且希望中国也能成为全球化中的重要一员,在经济、文化、法治、治理上与世界融合。 我注意到,日本公报把台湾问题列到了悬而未决的问题里,而且我仔细看了一下,除了72年这个年份可能有问题,其他用词浅句看不到什么悬而未决的可能。 我也注意到了,中国公报里,在台湾问题把首相背书作为外交成果列在了第一位。 这真是多怪事了。 不知道你真的搞不清核污水和核废水的区别,还是因为人在日本故意混淆,看了两期关于日本的视频,真的逢日必贵。 简单来说,核废水相当于一个密封瓶子里装的一坨石,外面的水跟石隔着瓶子没有直接处,而日本的核污水是直接把水灌到瓶子里和石搅到一起了。 韩国现在还不错,没有像日本那么依赖中国旅游业,韩国现在经济维持得还算安稳,就给三分钟寒暄,国内就那句话,现在你对我爱答不理,将来会让你高攀不起,这个政治头脑也不清晰啊。 东哥也说,老跟北朝鲜那样的穷国家交流打交道,能学什么好,能好吗? 王菊可以聊北京美丽乡村改造工程吗? 说是建设美丽乡村,挖沟修排水,工程经过层转包,最后都是没有资质,没有经验的关系护干,村里的路全挖了,修了好几年都修不完,弄得马路没法走,夏天都是尘土水坑,冬天都是石头,老百姓叫苦连天,把美丽搞成破坏了。 中方的外交公报基本都是习近平指出这个那个,然后日本啥都赞同。 其实没啥实际意义,虚假东西不少,日本那边的要真实的多。 十几年前我就发现,会晤外国领导人后总是说达成很多共识,然后怎么一到国际事务上,人家就投反对票,当时就感觉虚假成分多。 2020年8月26日,流亡美国的盲人权律师陈光诚在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指出,中共是人类的公敌,是迫害本国人民的恐怖主义者,并正在威胁着全世界的福祉。 在中国,表达未经中共批准的信仰或思想,如宗教、民主、人权,会导致入狱。 王菊这视频做得奇怪,美国和中国交恶,日本就交恶,美国和中国交好,日本就交好。 这个原因新鲜吗?那链子拴脖子上能不中摆吗? 基于此理由,中国和日本峰会是向美国示好一说,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王菊当反贼后的视频失去了平和,语气急促,带着极大的怨气,可以理解。 我认为,即使中美日之间关系暂时得到了改善,也维持不了多久,国家和人民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之间的根本差距,会在将来的不久,再次因为一颗火星一点就染。 而这层,建立起来的薄弱的关系,则会瞬间崩瓦解,再次走向全面对立的局面。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民主和独裁不可能共存。 很多人不喜欢习近平,说他学历低,浩大喜功,残暴,不听劝等,这个见仁见智,但是他能成为领导人,获得拥戴。 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绝不会投降,会和美日和西方坚持斗争,而不是像某些人一样,口声为了民主自由。 结果见了洋人直接跪倒,只要有了这点,其他问题都是可以容忍的。 王菊最后说的中美中日关系的摆锤效应,个人觉得是日本越来越缺乏外交自主性的表现。 以往中日关系,日本嗅觉总是非常灵敏,总会走在美国前面先去改善日中关系。 而近些年,由于外交自主性的削弱,日本只能跟着美国不敢冒进。 可见美国重视日本在亚太的作用,对日本的控制是在逐渐收紧的。 204年,《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退出中共党、团、队。 19年来,已有4亿多中国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声明与中共决裂,退出曾加入的党团队组织。 很多人认识到三退是中国人的精神觉醒,自我救赎的运动,他们也呼吁更多人站出来唾弃中共,相信会有更多人汇入三退大潮。 其实我觉得王菊太想当然了,我在政府任职,所以很清楚一件事情,只要是公文就没有不好的。 但说跟实际操作,差距可能很大。 用中国举个例子,就是健康码,健康码在公文上写的用途是让人确认哪边高危地区,不让更多人感染,最终如何赴红码。 公文中整顿网络环境,是为了避免青少年身心受影响,最终如何变成了习近平。 想请王菊做一期介绍华裔澳洲籍的主播陈磊被中国政府因反间谍法逮捕关押的原因,我看维基百科上写说,陈磊获是返回澳洲后接受了澳洲天空新闻频道的独家专访,访问透露,陈磊是因为违反新闻公布实现提前数分钟公布一份政府简报文件被捕,而文件内容上不得而知。 请问违反新闻公布实现是什么?魏石魔需要被关?谢! 中日,中美关系原来具有中百姓特点,这个说法感觉不成立。 整体上来说,中日和中美关系应该是大致一致的,当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之后,日本马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于72年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 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解冻,日本不可能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几十年来,整体上看日本都是追随美国脚步的。 中日中百关系的改变,无非就是三方国力对比的一个体现。 以前日本国力比较强,有一定的话语权,不必太过在意美国的态度,所以在中美关系差的时候,日本还能够趁机搞一些事情捞自己的利益。 现在日本国力江河日下,在美国面前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美国说什么,日本就做什么。 中国也是看清了这个事实,知道跟日本谈再多也没用,所以只跟美国谈。 果断跳过。 王菊讲老百姓的小事讲得清楚,国际大事,政治角逐之类的上智商和分析的事,他做不明白。 台湾的政局也看不明白,民进党烂看不清楚。 国民党争第三,多少也是第二大党。 秦刚事件也分析错了。 地沟游,民间诈骗的这种事实性和低端性的做得不错。 需要智商和背景的东西,王菊分析仅能做个参考吧。 至少不是故意分析错的,比大法轮老灯之流强多了。 律师被早强宪法院法官赶出法庭,因提及刑讯逼供话题。 近日,在河北魏巢广案庭的庭审中,马耀东律师因向被告人追问刑讯逼供问题,被审判员董昭军剥夺发问权。 其他律师提出异议,也被剥夺发问权。 律师们要求董昭军法官回避,马耀东和刘章律师则被责令退出法庭。 下午两点前,其他律师赶到早强法院开庭,也被禁止进入法庭,并被法警强行驱离。 希望,王菊讲,为什么说高度跟别的国家比,很多时候真的差太多? 比如拖地,看日本韩国怎么擦地,国内都是拖不来回两下,把地弄湿就算擦地, 国内这样小的小的事情,很多很多的意识上的差距,这些很多的小的事情的差距,看似小事情,但却不是小事情,疫情是怎么来的,人的意识要改变。 现在改变也需要很久的时间过程。 如果不改变表面上的大国,也只能靠土地面积人口数量。 其他方面都是落后的小国家。 有人说,很多华人高估了王菊,我只想说,高不高估那都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无论高估低估,在海外视频这一块,你也挑不出来一个比王菊更专业的。 不用拿那些轮子过来比较,我们不会拿王菊当神仙,也不会把他捧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 然后再以一个神人的标准去挑他的毛病。 就我个人而言,我只是会把王菊当成我一个重要的信息员,当成一个获取信息的窗口。 起码对于那些靠噱头薄流量的听床师而言,我觉得王菊的很多分析更加客观,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一,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不得人心,而且开了一个历史性的坏头, 以后如果有类似事件,是不是所在国就可以任意排海了呢? 另外,你日本到底有没有向国际原子能机构行贿十万欧元? 你们应该表个态。 二,中俄联合舰队为何要通过金青海峡? 你违背了建交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你压日本政府心里没数? 三,日本的间谍问题,中国人通过一百多年早已了解的一清二楚了。 日本的狗屁平民都有当间谍的传统,抓日本间谍只能是没抓干净是不可能抓错的。 我非常欣赏您的节目,但在讨论核废水处理的问题上,我有一些疑惑。 首先,如果经过处理的核废水确实无害,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排放到海洋中? 其次,我担心的是污染稀释的实际效果。 比如,如果一个污染指标准适时,而通过加水稀释后污染水平符合标准,但实际排放量巨大,达到了一亿份稀释了的污染指标适时的核废水,那么最终这些污染物还是会流入海洋。 特别是考虑到这些污染物的半衰期很长,可能会在环境中累积,这种稀释的理论是否真的有效,还是仅是自欺人。 都说公平公正,畅所欲言,但是明显能感觉到这个王菊在日本说的很多观点,还有在立场上涉及到日本的时候,就会三间七口。 尤其是关于这个日本核废水的事情。 如果日本的核废水真的没问题的话,为什么不接受联合国科学家进驻? 为什么不能接受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去检查呢? 每个国家都有他的政治正确,也能理解你这家伙在日本要有受制于人的地方。 中国也不是完美的,日本也不是完美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更好是可以的,指出中国的问题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怕拿着钱故意抹黑,或者说十句话里,九句真一句假,大家当个乐子看就好了。 在我看来,跟听相声没区别。 王菊说的中美、中日中百关系比较有趣,这可能和之前的天安门事件有着历史渊源。 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 而同时期的日本,由于在经历资产泡沫破裂,急需找到提振经济的窗口。 作为当时的发达国家,日本打破沉默,率先访问中国,改善了中共外交的孤立局面,也由此开启了中日关系升温的通道。 而之后,中共利用国际间的日美贸易摩擦,在中日、中美关系之间摇摆,甚至鼓动国内民族主义泛滥,对中日关系进行控制,以达到统治目的。 近年来,随着中国力的日渐增强,对于日本经济的依赖,已不再像之前那样举足轻重。 而日本也在与中国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后,发现有些事情不是那么容易改变。 因此,当下的情形来说,中日双方都发现根子在政治,进而政治战队的意味也浓厚起来。 其实,台湾不只是中国的核心问题,也是美日韩的核心问题,对美国来说。 台湾牵涉到美国东亚战略以及世界地位的最大核心,对日本来说,台湾如果被赤化, 其战略以及经济层面上完全进入被动状态,而北韩、中国将合为日本, 且日本跟俄罗斯、中国有领土争端,跟北韩、中国都有战争风险,对韩国来说。 台湾的赤化会使美国牵制北韩的力量锐减,如果台湾赤化成真, 美军要不是打了败仗,就是退出东亚,这会是动摇国本的情势, 因此其实主动权都在中国手上,美日韩等国都在看中国如何处理台湾, 他们就会依照自己的利益相应处理,如果中国想要用经济要挟, 那他们就去风险化,如果中国想要动武,那他们也会强化军武, 我相信美日韩各国都不是傻子,对中国不信任的种子已经种下, 美好的互信年代已经过去了,剩下的也就是外交上的虚与尾蛇而已。 王菊说,日本总感觉差点意思,不知道是在日本没住多久, 还是另有别的原因。 首先,中日关系是中美关系的中百这点不敢苟同, 我可以举出一大堆例子,包括尼克松访华后第二年, 田中首相就一步到位,访华并恢复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奥巴马208上任后第二年,第一个外访国家就是中国, 之后,中国开始四万亿放水后, 日本上来了最亲中的揪山首相,开始了最亲中的政策, 一度想设置像欧盟一样的中日韩同盟,并且甚至一度想取消美军在普天尖基地, 之后正是因为这个草下台,当然这是后话。 所以,中日关系从来不是中美关系的中百,而更多的像桥投保。 另外注意到一点,是8点10分, 王菊说,和废水的时候三间齐口,最后才说成了河出离水, 我在日本做生意,也经常说错,毕竟比日语发音难多了。 希望王菊能在日本坚守底线吧,祝福王菊。 发现评论区还有不少关于日方河出离水的疑问, 我这里简单总结一下, 首先,世界上所有核电站几乎放在海边, 中国的大亚湾,秦山核电站均建在海边, 而建设在海边的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利用海水作为冷却水的来源, 并在完成冷却后排出含有辐射的冷却水, 进入海洋进行稀释。 这是一个简单而高效常规做法, 目前为世界各国采纳, 世界各国都往海里排带有辐射的冷却水, 并不是日本独有, 更不能因此证明和处理谁有问题。 第二,谈毒性一定要谈计量, 谈核处理水的影响当然要比照实际浓度, 日本的核处理水首先经过排放前的稀释后, 其浓度已经和普通的中国、 韩国的核冷却水在同一个浓度量级, 甚至比部分韩国和中国的核电站的浓度还低一些。 第三,关于排放总量, 日本方面做过统计, 即使累加起来和拥有诸多核电厂的中国、 法国、韩国相比, 总量并不高, 并不会因为日方的排放而升高全球的排放水平。 第四,在经过排放前即进入太平洋西市后, 负极作用并不明显。 过去安倍政府外交上实际上倾向于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谁都不得罪, 尽量不得罪任何一方, 因为美国和中国对日本同样重要, 一个贸易额第一另一个第二, 因此会呈现一种钟摆的情况, 左右横跳。 文在寅政府也是属于这样的一派。 通常境内的互联网上流行一种说法, 中韩有意靠日本, 中日有意看韩国, 因为这三者本身就有密切的贸易联系, 经济脱钩的代价会太大, 这一现状也体现在中日美关系身上。 菅义伟政府整体上延续了安倍的方针, 因为本身就是安倍的左右手出身。 虽然中国过去总会说日本韩国亲美, 因为以中共的立场来说, 不亲中就是亲美, 不存在中间地带。 但是过去日本和韩国的人民并不太满意这种外交方针, 谁都不想得罪的另外一面就是谁都不讨好。 人民更倾向更右翼和亲美的情况下, 岸田文雄和尹系列上台了。 因此我们会看到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同时改善或者变坏, 因为日本开始向美国靠拢。 这一变化也会体现在韩国上。 中国的外交态度和政府的形象都会影响周边国家的选民的政治倾向, 进而影响选举结果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政策。 西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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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长